所以在这时候 贝拉多说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那底下人就着急了 查不出罪来不能定死 他们就说 这个人的确是个坏人 他在遍地 曾经到过加利利去 都到处的就是诱惑百姓 贝拉多一听 到过加利利 好 加利利谁管 西里管 把这个担子推掉 我不去定他的罪 叫西里王去定好了 所以后来呢 就把他带到西里那里去了 你看23章第6节 贝拉多一听见 就问这个人是加利利人吗 既晓得耶稣属西里 就把他送到西里那里去 那是西里正在耶路撒冷 第8节 西里看见耶稣就很欢喜 因为听见过他的事 久已想要见他 并且指望了 看他行一件骑士 行一件神迹了 于是问他许多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祭司长和文士 都站着极力地告他 各位 西里在这时候 要见耶稣啊 行个神迹啊 旁边的祭司长和文士客 急坏了 你可不能行神迹啊 他们想 一行神迹就坏了 一行神迹 西里就要释放耶稣 因为西里很喜欢 听说耶稣会行神迹 西里确实这样 如果你行神迹的话 这个人没有罪 就放了他 所以这许多 祭司长非常着急 而耶稣呢 他就一句话也不回答 耶稣为什么不回答 不行神迹呢 因为西里是很卑鄙的王 石洗约翰就是西里杀的 约翰指责他的罪 他杀了石洗约翰 而且呢 耶稣不愿意在这个人面前 来显示上帝的作为 犹太人的想法不一样 这个时候 既然耶稣不听西里的话 西里就生气了 怎么样呢 看第十一节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第十一节 西里和他的兵丁 就藐视耶稣 欺凌他 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 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 就把他送回来了 这是到了西里那里 这个衣服是谁的 西里 故意侮辱他 把西里的衣服 配在他的身上 好 你是王啊 恭喜你 因为大帝就侮辱他 打了他 狠狠地打一送 再一次受到这样的痛苦 各位 第四次了 在比拉多那里 已经受过了 受过以后 又到这里来再受 又送到比拉多那里 再侮辱他 比拉多在的时候 一看见耶稣又送回来了 哎呀 他